2023年间 玩家们在CS游戏当中总共开启了超过4亿个武器箱 这意味着V车从中赚到了将近10亿美元 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一些小国一年的GDP 不过你知道吗 如果想要从CS的箱子里开到极度稀有的金色物品 几率仅仅为0.26% 换句话说 平均要开启385个武器箱 才有可能开出一把刀或是一双手套 这惊人的低击率却让数百万名玩家身陷其中 今天这一期就让我们聊聊 究竟CS箱子与转弹如此让人疯狂着迷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而这一个机制它成功的背后居然引起了不少争议 那我们就开始吧 要开箱的话这可能会是你一个好选择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 无比年满18再尝试开箱 你要知道开箱永远都是-EV 的选择 那广告结束整篇即将开始 在CS2这款游戏中一共有7种不同的箱子 分别是武器箱、纪念品箱、贴纸转弹、喷漆转弹、布章转弹、收藏品箱和音乐盒 其中的前三项是最受玩家青睐的类型 也是我们今天聚焦的重点 2013年8月 CSGO推出了第一个视频武器箱 CSGO武器箱 在这个箱子里有大家熟知的 一把成交金额可达数千万的脆火AK 以及一起被推出的刺刀、折叠刀、爪刀等初代刀种 时至即日 V社已经陆续推出了40多种不同的武器箱 玩家每周可以透过游玩游戏升级来获得武器箱 而想要开启武器箱则必须另外购买钥匙 这样的机制不仅激励了玩家定期游戏 还有机会获得某些稀有的武器箱 例如刚刚所提到的CSGO武器箱 现在一箱也要价3000多台币 此外在大行动的活动期间 也会推出限时换取的武器箱 就如同本次 The Armory 活动的斩品武器箱就是同样的概念 这样的绝版武器箱往往会随着总量的减少 价格水涨船高 最好的例子就是能开到蝴蝶刀的土威武器箱 它的价格已经相比2014年推出时成长了超过300倍 而纪念品箱则是在Major大赛期间推出的箱子 早编V社为了鼓励玩家观看Major赛事 会在比赛期间随其掉落给线上观看赛事的观众们 现在则是会在Major期间推出赛事通行证 玩家只要完成通行证的任务 就能够获得代币来兑换纪念品箱 这样的设计让纪念品的实际数量十分有限 特别是富有明星选手签名今天的纪念品 价值更是与日俱增 其中梦幻一匹农之传说也是有着突破千万的成交纪录赛呢 至于贴纸转弹则可以分为常态系的一般贴纸转弹 与Major赛事的贴纸转弹 赛事贴纸包含了选手签名和队伍标志 最著名的就是卡图维茨Major在2014年推出的贴纸转弹 随着席圈系以及市场的炒作 光是胶囊就从最初的售价标涨至如今的2万多美金 从以上几点不难看出CS的箱子之所以至今如此的成功 就是因为它开出的饰品有其价值所在 以及那潜在的凡数十倍高至数千倍的刺激感 使得玩家们不断的投入 总是让我们存在那一丝希望 也许在下一箱就能开到那梦寐以求的661 脆火AK 随着免费线上游戏的蓬勃发展和手游的出现 开箱、抽卡、转弹等抽取机制 以及普遍设计在现在的游戏当中 也是不少游戏厂商主要的变现方式 许多玩家透过这类的机制抽取强力的角色或装备 以提升战力来应对更高难度的挑战 不过CS系列抽取到的游戏饰品 并不提供任何的实质战力加成 那到底是有什么魅力来让无数玩家趋之若鹜呢 这里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钱 还有Steam的两个重要机制 交易提案与Steam市集 透过交易提案使得玩家们能够互相交换抽到的物品 这使得开箱所得到的饰品不仅仅是个人使用 更可以在玩腻了、退坑时 透过交易提案来交易掉不想要的饰品 而Steam市集则允许玩家出售游戏内的各种物品 售出的Steam运而可以用来购买游戏或是其他物品 因此透过上述这两种机制的运行 让CS 饰品有了实际的价值 公开透明的市场定价 以及便利的交易管道 不只如此 随着游玩人数日益见增 就有玩家开发了第三方现金交易平台 来让买卖方双方媒合 不仅仅让玩家们有更多元的出入金方式 并且透过Steam的API来做到更便捷更有效的管理 让CS 饰品除了在游戏里有使用的价值外 更确立了它的经济价值 在一些玩家社群中 CS 饰品甚至被视为某种全球共通的虚拟资产 具有类似加密货币的特性 这样的市场机制 让玩家不仅能透过开箱来获得自己喜欢的饰品 更有可能借此大赚一笔 这种一夜致富的机会 而且还真的能够成功变现 正是让无数玩家成名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营运超过20年的RPG游戏《信封之谷》中 透过其交易系统 转弹开箱的功能 都能吸引数以万计的玩家投入金钱 也一定程度维持着游戏的热度 不过也正因为游戏内的道具 在玩家看来具备实际价值 随着开箱机制日益普及 其是否属于赌博行为的争议 也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 在2017年 EA的Star Wars Battlefront II 因游戏内的开箱机制 以及玩家间彼此能交易开箱道具的系统 让比利时与荷兰政府 认为它违反了当地的赌博法规 随后这一波争议也波及到了 Overwatch FIFA Ultimate Team 还有CS GO 经历了数个月的调查后 两国政府部门向上述游戏厂商提出了警告 下令限期改善或移除开箱机制 否则发行商将会面临刑期和罚金的惩处 使得V社在2018年的更新中 将比利时与荷兰的CS玩家们 移除武器开箱的功能 在一系列开箱与赌博关系的争议当中 最大的问题来自于 玩家没有办法在开箱前得知箱内的物品 于是在2019年当V社在法国再次面对到同样问题时 他们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 就是在法国的CS GO游戏中 新增了一个X光扫描系统 让玩家在开箱前可以先扫描箱内的物品 再决定是否要开箱买下它 这一方法技巧性地规避了当地的法规限制 此外在CS等具有开箱机制的游戏当中 大多都没有任何成年确认的警告方式 因此也有声音认为 游戏厂商在幼史新职未成熟的青少年参与赌博 更进一步的引发道德上的争议 有趣的是在足球游戏FIFA Ultimate Team方面 EA经历了长达4年的诉讼后 成功在荷兰最高法院逆转 推翻了此前高达1000万的判罚 在判决中荷兰最高法院认定 游戏卡包是为了增进游戏表现的一种方式 卡包的奖励能够让玩家组成更强力的队伍 因此不该将其视为一种赌博行为 由此可见 在游戏开箱是否为赌博的问题上 至今依旧存在着正反两面不同的看法 而我自己认为呢 CS开箱与线上博弈其实还有一些些差异存在 虽然两者都是有着不确定性和负期望值 但对于玩家而言 CS开箱往往都带有一定的收集和展示的心理需求 相比于博弈中的纯粹的金钱回报 是我认为开箱的行为不完全同等于赌博 再来V社其实从未正式公开过开箱的视频分布几率 只有在2017年在中国法规的要求下 完美世界才第一次的揭露了不同稀有度物品的获得几率 在这份几率表中 我们可以知道 玩家有接近八成的几率会拿到最低阶的蓝色稀有度饰品 要获得红色稀有饰品的几率也仅仅只有0.64% 而每个玩家梦寐以求的金色稀有度饰品 则更是只有0.26%的机会可以开到 在几率不透明这方面也形成了玩家与游戏厂商之间的不对等 我们甚至不知道在不同的武器箱内 是否还有着不同的几率数值 也无法肯定V社是否会在玩家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几率调整 在2019年V社也曾经发生过TF2游戏内的几率设置错误 导致高价商品一长帽能够被100%的开启 渐渐让一长帽的价格在当天崩盘 而在2021年实况主丁特也因为在天堂M游戏中 制作子部引发了后续游戏内几率的争议 让法院在一审宣判游戏举子必须赔偿丁特超过700万台币 更掀起了一股希望立法促成游戏公司机率公开透明的风潮 而V社也真的很聪明 并没有针对任何饰品做明码标价 所有的饰品价格都交由市场的机制来决定 V社仅仅是收取开箱的钥匙费 以及Steam市集交易的巨额手续费 这也很巧妙地规避掉许多地方的博弈法规 因为V社并没有直接让玩家兑换现金 甚至在Steam市集上卖出的余额也只能在Steam上做使用 而根据eSport打内的计算指出 透过箱子价格、钥匙价格以及开导的造型平均价格计算 有超过一半的箱子回报率不到50% 这个数字远比于博弈网站的回报率来得更低 瞧瞧我朋友他至今开了超过1500个箱子 连一个金色稀有度的物品都还没有开到过 这可真的算得上是地狱倒霉鬼呢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按赞留言追踪我的脸书IG 我会持续发布CS相关的影音创作的 那我是比利王 我们下集见 拜拜